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2月2日晚,由阿根廷飞抵巴拿马城,进行20小时的国事访问。 巴拿马总统胡安卡洛斯·巴雷拉抗力与副总统兼外交部长伊萨贝尔德塞马洛亲自到场迎接,并给予一仗对与军力最高礼遇。 这是习近平首度访问巴拿马,两国建交只有18个月,之前,巴拿马是台湾的邦交国。 巴雷拉总统在欢迎声明中表示,习主席到访有助提升巴拿马在区域内的地位,拉丁美洲元首,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一般仅由外交部副部长接机,习近平想收到巴拿马,给予破纪录的正副总统亲盈的殊荣,习近平对巴拿马的短暂访问重头戏,聚焦。 3日上午,与巴雷拉总统的会晤,双方建政相关部长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备忘录及条约,其中绝大部分已经在巴雷拉2017年11月,到访北京时达成共识。 合作备忘录包括电子商务、商业服务合作,巴拿马国家银行与中国开发银行及中国银行战略合作,两国合办了拉加体第八届企业会议,以及巴拿马农牧产品出口中国检疫项目。 基础建设包括中国进出口公司向巴拿马电网提供支援,两国公民入境对方签证,可研制最长五年多次进出,台运方面聚焦两国在21世纪新海上司路及运输强化相互支持,以及两国在科学、技术、创新及教育、文化、环境、广电的合作,正式签署19项引人瞩目。 但是两国坚引主条约,为习近平打探运动,开提引渡潜逃巴拿马红通人员大开绿灯,习近平和巴雷拉也共同会见,出席中国到巴拿马经贸合作论坛的双方企业家代表,到访前夕,习近平在当地特定媒体发表了面向巴拿马民众的专闻,在题为携手前进,共创未来的公开韩中,提到这是他首次访问巴拿马, 也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到访巴拿马,他对此行充满期待,在特定媒体发表的文章中指出, 中国目前是巴拿马第二大贸易伙伴,科隆自由贸易区第一大供货国,巴拿马运河第二大用户地位。 双方已共建一带一路为原则,签署经贸、金融、海市、民航、旅游、文化、教育等领域协议。 中国原刑的科隆平安城市项目,将有效维护该任何大西洋端城市市民安全, 即将竣工的阿玛多尔会展中心,阿玛多尔Convention Center, 项目将成为巴拿马国际博览会新会址。 巴拿马特色农产品也正进行检疫准入程序,即将进入中国市场。 八方建议在巴拿马西部原刑希望支撑教育中心项目,改善当地教育环境和质量。 爱新移动诊所将为边远地区妇女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巴拿马第一所孔子学院正式开课,中国和中美洲间首条, 经由美国休士顿的直航航线开通, 巴拿马成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墓帝国,即是今年年底。 中方共为八方培养各领域官员和技术人员近六千人, 近千名巴拿马学生在华学习。 习近平二日晚飞抵巴拿马城时, 机场制代表团下他旅馆间的南方收费高速路, 以及旅馆所在的滨海大道军配和车队通行不对外开发。 三日上午总统府所在巴拿马旧城吉林禁地区公家机关与格级修要放假半天, 设在巴拿马近代时也属首届。 三日下午,习近平参观运河可可里新船渣时, 1958年由美国修建的首座, 横跨巴拿马运河的美洲大桥Breach of Americas, 破纪录的在上午九十三十分至下午五十三十分间三度对民众关闭。 1914年通行以来,运河仅在1989年底, 美军出兵巴拿马驱逐诺维加军政权, 实在战火中关闭横跨运河的大桥, 习近平此次访问时再度为配合其通行而对民众关闭。 该大桥曾在近半世纪点扮演首都, 通往西部城镇唯一干到的角色, 并享有前些被运河分隔的美洲大陆桥梁的美誉。 巴拿马民众对巴雷拉政府给予中国嘉宾的殊荣, 显然并不同调, 尤其是众多必须绕道的上班族更是怨声载道。 前总统埃内斯托佩雷斯·巴拉德雷斯, 加入反对声浪推文质疑, 为什么不用直升机做中国主席访问的交通工具, 而让二百万首都市敏感的不变, 1976年以来, 包括卡特、老布希、克林顿和奥巴马总统出席巴拿马主办会议 和访问时, 并未享有与习近平同等级的待遇, 这或许与巴美兼百年运河争议有关。 巴拿马副总统兼外交部长的赛马罗提前宣布, 习近平主席在与巴雷拉总统会晤时提出连接首都巴拿马城与大卫市 AV天的铁路计划, 大卫市临近哥斯达迪加边境, 距首都450公里, 该铁路计划是2017年11月巴雷拉总统访华时, 两国达成的协议之一, 预估工程款为55亿美元, 将来可以延伸至哥斯达里加甚至全中美洲。 由于巴拿马将为该工程举债数额庞大, 舆论对该铁路的必要性质一声不断, 巴雷拉总统也在与习近平会谈时签署相关文件, 授权由中国检设公司与中国港湾公司合组的巴拿马四号桥集团成建十四, 两亿美元的横跨运和新大桥, 作为首都三号地铁新线及公路使用, 深受各界瞩目的中国到巴拿马自由贸易协定, 于今年7月正式起谈, 上周结束第四轮谈判, 八方主谈代表阿尔伯托阿维曼, 认为双方对达成协议有良好的共识, 正朝顺利完成谈判方向迈进, 下一轮谈判预期2019年1月将在北京举行, 华裔的尼克王司长强调, 我们不会急着签署这攸关两国的重大协定, 中巴建交18个月来, 中资企业在巴拿马承包大型工程为数众多, 包括建交谈判时由中建美洲分公司, 重新动工的阿玛多尔会展中心工程, 总工程费1.967亿美元, 1.65亿美元的马托尔游轮码头工程, 项目最大且最具争议的, 是由中国交通建设公司, 与中国港湾工程公司得标总倒价14, 2亿美元的运河第四号桥工程, 该工程招标过程, 曾二度修改规格, 三度重审投标内容, 最后绝标时胜出的集团主动起标, 由中资企业得标, 大西洋岸施工中的科隆集装香港, 与火力发电站两大工程, 也为中资企业赢得多达18亿美元的工程项目, 经济学家艾迪卡皮罗, 在评论中资企业大举进入巴拿马时表示, 与中国开展商业关系, 对巴拿马来说百分百有利, 但这也取决于透明的基本条件, 民众应该坚持资金不受贪污影响, 华裔前总审计长郑道华, Hosie Chan-Berriar, 对中国选择巴拿马, 作为一代一路枢纽表达支持与赞扬, 强调巴拿马将因此受益, 巴拿马应该对中国进一步开放, 降低入境与投资门槛, 习近平此次访问巴拿马, 对华人在巴拿马与拉丁美洲地位提升有明显注意, 另一位华裔前内政部长, 知名律师李志明, Hor Haley, 表示, 中国利用巴拿马作为拉美交通与物流收纽的优势, 迅速填补多年来美国在巴拿马毫无投资的真空, 摇身一遍为巴拿马经济与政治上的盟友, 这是理所当然的发展, 巴拿马外交部对外政策司司长尼克王尼克沃沃, 在TVN电视台访谈节目被问及美国,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全面围独特中资通讯企业华为的做法, 是否会在巴拿马面临类似境遇时, 尼克王强调, 除非该企业触犯巴拿马相关法定, 否则已经在巴拿马设立拉美区域总部的华为将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巴拿马是拉丁美洲首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 该决定也在两国联合公报中在度确认,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在稍早时针, 对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国家提出警告, 要各国睁大眼睛, 看清楚真正的利益和后果, 并亲自前来巴拿马进行四小时的短暂访问, 予以劝说, 巴雷拉却在数日后第三度前往中国, 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相关活动, 习近平主席由西班牙飞往阿根廷出席20国峰会时, 美国海军一5万吨珠姆沃尔特机驱逐舰, USS Michael Nasser, 通过巴拿马运河后, 停泊太平洋端巴拿马海事服部队的CNAN码头, 这艘多用途对地打击宙斯本舰毛补处, 在1999年底美国将运河主权移交巴拿马前, 是恶守运河太平洋端的罗德曼, 罗德曼海军陆战队基地, 也距新船渣出口不远, 美国军舰在敏感时刻现身, 这并不是首次, 2016年6月26日, 巴拿马运河扩建竣工仪式当日, 当中国远洋海运, COSCO的巴拿马号新巴拿马, 极限型Neo Panamets集装箱霍轮通过新船渣时, 美国派出的一艘巡诺舰, 也毛不再临近运河口, 就在霍轮的视野内, 18个月后, 配合习近平主席参观可可里大行新船长, 习近平为同一艘中远巴拿马号过渣, 按下船长按钮, 美国的宙斯顿舰, 也在出口出不远的马头目营目送, 美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武官威廉恩·温克尔曼, 在仪式上致辞表示, 这艘舰艇通过运河, 显现美国和巴拿马联手互卫运河的安全, 该舰将在整补后起锚, 但不能套路何时, 巴拿马安全部长罗萨利奥, Jonathan Del Rosario, 强调, 该驱逐舰现身不能联想为, 美国对习近平到访发布的讯号, 赛场的巴雷拉总统, 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习近平对美国后院门户巴拿马, 进行深受瞩目的国师访问时, 部分巴拿马民众, 仍然没有走出运河区, 出现另一个外国殖民象征的阴影, 今年年初卸任的美国大使约翰·费利, Jon Feeley, 在接受美国纽约客杂志专访时, 透露巴雷拉同意播出运河太平洋端源美国海军巴马多尔基地的土地, 公众国修建新大使馆, 这将是行经运河的传播, 能倾出望剑飘扬的五星旗, 由于这幅地锦临上世纪六十年代, 其领导巴拿马民众成功进行索讨运河运动的前军头, 奥马托里霍斯·奥尔德里奥斯将军被遗关中, 引发民众自动自发的前往预定的进行插和其运动, 面对于舆议压力, 北京驻巴拿马大使馆由建交前的商务办事处, 签至市区新冠旨, 但在声明中表明, 这仅是暂时性的搬迁, 习近平主席在通过美洲大桥前往可科地船渣时, 经过大桥西端的华人抵巴150年纪念碑, 该纪念碑是巴拿马桥姐, 为纪念1854年, 首批由广东搭乘海污号汽船前来修建巴拿马, 铁路的华工对巴拿马的贡献而建, 华人经历了1941年, 巴拿马人, 党创办人安努尔夫, 阿里亚斯总统以种族进化为由, 严格限制华人入境, 并下令非巴拿马人无权拥有任何产业的种族歧视作为, 随后两年间的排华措施, 导致大量华人被迫本土化改名唤醒, 或在产业被变相没收后, 逃亡较不被注意的乡间, 华人对巴拿马社会的贡献, 也与社会地位远远无法匹配。